我愛大小姐 歡迎收看 我愛大小姐 惠平 你會不會很在乎你家裡的擺設 裝潢 會啊 有多在乎 有點研究 有什麼樣的研究 這樣就很在乎吧 對 就因為很有興趣 所以就稍有研究 你有像我那麼嚴重嗎 後來我今天反省了一下 我們家所有的裝潢跟家具 都是我去買的 就那個家具喔 甚至是那個電器 一定要經過我的眼睛 我說Yes 然後他才可以進來 否則別人買的都不順眼 那如果 我有時候在想說 如果我跟我老公吵架 我要跟他說 你走或我走的時候 一定是他走 因為他可能會離開這個家 灰灰衣袖 一樣家具也帶不走 因為都是我買的 這樣差很嚴重 但是我是這樣子 比如說大家一起去買東西 我會很婉轉的說 要兩個人說Yes才可以買 那你就知道 這掌握權就在我們了 對啊 因為 對 當他OK 我不OK 那就不能買 當我覺得OK 那 所以基本上 所以我們才會坐在一起 對 其實今天請到的也是 就是三位裝潢的五折天 但是還是要看一下嘛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他自己會有個盲點 對不對 我們旁觀者會比較清楚一點 而且這些五折天 到目前還沒有嫁出去 那肯定哪裡有問題 這妳說的 我說的 對 反正妳剛回來 誰也不認識 得對誰都沒關係 有一個我滿怕他的 我對他很尊敬 我們先介紹今天的 好 今天的專家是 人體工程學教授李建均老師 從生理與命理來窺探人心的 人體工程學大師李建均 我們的三位來賓 三位五折天 第一位是 大家都知道她是五折天吧 我美美 嗨 大家好 功夫 並不是我嫁不出去 是我不嫁 OK 我知道 我一直知道 對啊 她條件那麼好 我跟你講 沒有人配得起妳 真的 怎麼跟妳一樣耶 不過妳找到配妳的人喔 沒有人配得起妳 是嗎 你們四個這一整集 就互相公圍好了 沒有 另外一個有初見面 但是呢 也有幾個問題想說 請自問她一下 喔 妳們有淵源 問她一下 我懂啦 我懂啦 老師有 等一下老師說我不是五折天 我只有工作上比較要求 不不不 我不會覺得妳是五折天 妳看起來就是小貓咪 對 什麼問題 我先問妳對目前所有的現狀 還滿意嗎 現狀很滿意 滿意啊 滿意啊 譬如說自己的面貌啦 對 感情生活啦 感情生活啦 妳是要問整形還是男朋友 都要問喔 不是 妳只問一個就太明顯了 我好聽到自己的音樂 對 請問 這個還好嗎 淵婷應該很久就在國外 應該不知道 就是因為很久沒有見到 看到妳呢 還在一起嗎 如見本尊 妳們也想的感動 我覺得像妳們兩個人 這樣拿來 城府有一點深 我覺得是這樣 妳說我城府最不深的 可是今天看起來 城府有點深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不要的東西 我不見得要讓妳給妳要 妳是這樣的個性啊 沒有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愛妳不要丟 祝妳幸福 好啦 我們都是這樣的 我就是愛妳不要丟 祝妳去死啊 妳就叫 我覺得 你知道嗎 有時候女人之間講話 很委婉曲責 那我辦250好了嗎 我直接問嘛 妳認為 不是 我想問妳耶 妳覺得菲哥會喜歡他這一型的 不是 妳跟菲哥是真的嗎 妳問了... 我問了 是真的嗎 什麼東西真的 友誼是真的 她幹嘛要談戴我們呢 面對這麼多的觀眾朋友 妳用這種場面話 她說友誼是真的 那妳先回答我的問題 那什麼是假的 她會不會喜歡這種型的 客觀來說 關她是不是絲蓉 完全沒關係 那我必須要說 因為我跟絲蓉 沒有近距離接觸 菲哥呢 不太注重外表 不是 為什麼近距離是 因為私下沒有來往 菲哥並不是一個 她是一個非常注重內涵的人 內涵妳知道嗎 對 因為她非常注重內涵 對 所以她才可能跟 以前有一位 玉女歌手 就是認識很久 她非常重視內涵 這樣講大家知道 所以因為我不知道 我們跟她接觸過 也不曉得 只知道她外表 其實是非常的可愛 謝謝 慧美 有整過啦 她真的承認 因為她一直有承認啊 我剛剛也問她 現在還滿意嗎 滿意啊 滿意 下次李靜良再有來的時候 再找妳來 妳覺得她整成怎樣 菲哥才會更喜歡 沒有... 我說的是那一天啊 還有一位特別來賓 沒關係 沒關係 你聽不下去了是不是 不行 我們要尊重民意 因為有特別來賓 聽不下去了 不是 我不是聽不下去 我想分段聽... 要不然收視率都在這邊了 沒關係 這邊 這一段太高潮 害我捨不得介紹下一個 沒關係 可以繼續... 沒有 我們要分段講 要不然這樣就沒有了 我們反正請不到那個大哥大來嘛 以後我們把跟他有關的 比如說不管以前啊 還是小哥啦 還是橫樹啊 我們都把它請來節目這樣好不好 也好啊 這是妳自己說的啊 小姐 我是這樣想啊 製作單位請不請得到我不知道 說真的 連妳都請不到 妳真的有點遜 我不是請不到 沒有...菲哥跟小哥 請他上節目是 基本上是不太有可能的事情 真的嗎 小哥除非說是純歌唱節目 妳用激將法 我知道 不...來 繼續 基本上呢 菲哥他這一輩子 都沒有上過別人的節目啊 有啦 哪有 他上過小燕有約啊 你看妳就不知道了嗎 我還沒住過同一生的椅子 雖然隔了三個月 好了 不跟你講了 我跟他開心跟妳看看 其實是不同的 所以妳比較注意嘛 人家他不要那麼執掌 不是啦 因為上次我剛好 就做演唱會宣傳嘛 就小燕姐訪問就說 三個月前某某某做同樣的位置 是這樣子啊 好啦 介紹第三位特別來賓 潔帥君 哈囉 大家好 我們姐姐好 你好 冰箱也是代表財庫 有這麼一回事嗎 還是我們道廳圖說 對 聽說同一個女人的冰箱 就知道她的賢惠度如何 這個冰箱直接推算她的性格 其實從家裡的任何一個角落裡啊 都滲透了這個主人的所有的信息 那冰箱裡面擺的東西也擺的順序 有一個個性和一個習性 以及她的身體健康的狀況 完全在冰箱裡面可以顯露出來 像這三個東西呢 你看沒有 有一個很整齊像賣貨的樣的那種感觸 有一個後面這個 對 好 這個 這個 對 而且她買的廠牌也都一樣 我都懷疑她是替某個購物台打廣告 這不是廠牌的問題 這個東西 她的這個冰箱是個新冰箱 最新款式的 她東西擺得這麼羅列的這種方法 就這個人呢 就是台灣人講這個人這個程序太多 程序太多的話把自己控制得很嚴 台灣人不是講程序太多講龜毛 龜毛比較比較難聽一點吧 你剛剛猜對了耶 這個應該都是她代言的東西 都不用錢的 這應該是私容的吧 對 我沒有代言那個啦 那個都是便利商店的 你買的啊 我買的 我吃的 我知道你是不是 因為她的職業 她的職業呢 把它定位每個東西要擺得很清楚 所以她在職業裡面滲透著 她的冰箱裡面的內涵 她都擺了一個一個擺 也好看也好挑 還有說以客戶的一種心情 去看她的 我們講的購買力的一個習性 所以這就是這個我們叫私容的 但是私容這種冰箱那種擺法啊 我們講的 就是你這種保鮮那種擺法 有這種方法的話 你只有什麼呢 我們講自己吃自己 怎麼叫自己吃自己 就如果說嫁人的話 太開心了一點 因為你是一個五折天吧 五折天的話 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你自己吃自己 就是很難嫁出去了 這是一個原則性的 也從這裡面可以說 你家裡東西也是 白的津津有條的 是耶 老實在 那這些東西的話 你家永遠 真的真的真的 如果任何一個男人進去了 你都會不喜歡的 為什麼呢 這個男人的話 他肯定隨便啊 剛剛你說張飛 張飛我想比較隨性的人 更不可能進這房子了 所以從這個照片來講的話 我認為在這個生活裡面 不是人家去過耶 是吧 沒有啊 沒有 可是 都是她去她家啦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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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這麼放火 我就跑了 這個跟誰去誰家沒關係 就是說在現在這樣的狀況的話 再有好的條件的人 他都會把它給丟掉 為什麼這樣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生活就是生活 叫隨性 隨性裡面有序 這就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如果生活裡面只有序 沒有生活 這不叫家庭 那你就什麼呢 酒店 或者是你的這種 我們講的商品 賣商品的地方 這就沒有家庭的味道了 所以從冰箱來講 你欠缺了 對 無聊的女人 我幫你放一把火 這就說你剛剛講的 就說你們台灣講的 龜毛的概念完全正確 好 老師這個呢 都放了很多空瓶子 還沒喝完的啦 對 不是空瓶子 對 寶特瓶很多 這個人啊 這個人 把這個這個人 不應該是一個人住的 啊 好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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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糟糕 好糟糕 我跟媽媽住 好糟糕 哎呀 壓力好大 真的嗎 真的嗎 不要有壓力 因為這個東西啊 房間裡擺的你看沒有 它們的一種凌亂 沒有一種不協調 嗯 就是我們一 就單身住的冰箱裡面的擺設 按照它的規範走的 你看這個 有的瓶子擺得高低不一樣啊 它東西也是不一樣 甚至還有重複的 對 那麼這樣的話就說 這肯定不是一個人家裡面 但是這個冰箱你看沒有 它的零食呢不多 嗯 零食不多 那零食不多的話 就這個女孩子呢 在感情上面 可以講我們講 吃到看不到 或者看得到吃不到 這什麼意思啊 吃不到 什麼叫吃不到看 就是找男人比較難啊 就覺得這個男的 對很好是不是 就是吃不到看不到 就是說 你吃到了看不到 你看到了吃不到 就是說該有的時候 她沒來 想要的不會來 不該有的時候 她來了 來了以後呢又走了 就這種效果 那我們來下面一個 好來 從這個冰箱裡面 就知道這個女人 是很願意保養自己 愛護自己 對自己很自愛的一個女人 對 但是呢自愛一點過頭 自愛過頭呢 就對自己有時候太苛刻 所以你看看 她在裡面我們講 她點的三個大瓶子 我估計是她 餓的時候她不是吃飯 而是喝 喝牛奶 來控制自己 那這個一看就知道 沒有沒有 就是那個牛奶 是每天早上起來要喝的 豆漿是每天晚上睡覺之前要喝的 中藥是每天吃完早餐以後 跟睡覺以前要喝的 然後中藥的中間 中午的時候 要吃西藥補 我的荷爾蒙這樣子 對 然後中間還要 喝我的銀耳湯 有的時候就喝燕窩 現在血液也不敢喝 怕是染色 所以我越喝越死啊這樣子 然後其他我早上起來 還要喝一大杯新鮮的果汁 所以妳是從幾歲開始這樣做啊 很多年了 人生的第一間房子是幾歲買的啊 28吧 嗯 思蓉 去年買的33歲 他好超級喔 喂 羅姐 他過了四十就不會直接講 來 那帥君呢 我是大概二十四五歲的時候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三位 他們用五折天的方式 在處理他的房子 到底他們家長什麼樣子呢 來看思蓉 進入了購物天后思蓉的家中 首先看見的是純白簡約的色調 整個空間帶給人一種精簡的感覺 也透露出屋主獨特的品味 雖然使用的是明亮的色調 但是家具間的距離卻十分之寬鬆 沒有一絲雜物 不免產生了一種空曠的感覺 而幸好空曠的客廳中啊 可以看到絲蓉特別擺放了幾株 綠意盎然的植物 為客廳增加了不少生氣 也展現出購物天后精明用心的一面 而在電視櫃上 我們發現了兩樣獨特的裝飾 一樣是象征運勢的紫水晶 以及像是招來富貴的金蛇 都可以看得出獨具匠心的安排 而接著我們來到絲蓉的書房 除了維持一貫簡約的風格之外 我們更發現 哇 書房中 還竟然珍藏了李老師的兩副開運圖 看來購物天后對於李老師 也算是相當之崇拜啊 來來來 接下來我們進入購物天后的臥房囉 發現臥房的一面呈現截然不同的感覺 擺脫了簡約的風格 反而使用了相當舒適的天藍色耶 接下來在臥室中更有一個露天的陽台 在陽台的左側有一個獨特的鵝卵造景 讓人好奇這造景的用意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再來我們來到絲蓉專屬的更衣間 整齊分明的塵射讓人眼睛微之一亮 更能看得出絲蓉的細心與堅持 而最後來到衛浴間 我們發現裡面乾淨的程度幾乎一沉不染 讓我們很想問問絲蓉 你確定這不是樣品屋嗎 好 你看 剛剛已經講了嘛 其實老師看冰箱還真的把你看出來 怎麼 在我們大師講之前呢 他決定要先講 林老師 林老師 第一個 我感覺啦 一開始那種感覺就覺得 很多的地方少了人氣 人氣是很重要的 太空了 然後老師剛剛看冰箱不是說嗎 你就是會 太整齊了 太整齊 真的很像開門房子 模特兒房子這樣子 我覺得它整個人像辦公室耶 對嘛 我回家好像在回家來辦公的 就沒有 都不靠子 沒有那種家的那種溫暖的感覺 還要再放什麼火 沒有啦 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 從這個房間裡我們來看 有個最大問題就是 它的握室裡面的門 上面貼了一個鳥 握室的門 真的嗎 你要記住 就聽我講 握室上那個門上貼了一個鳥 我們這個鳥就是在家裡面 這個鳥如果能飛的話 在家裡面那是不對的 因為鳥要飛出去嘛 那這時候斯隆有這麼一個格局 我們從這個格局可以分析 斯隆在這個房子裡會有是非 會有事端 它一直有啊 不是 一直有是一直有 但是現在這個房子裡 是肯定有的 另外一個斯隆呢 現在他在臥室裡面 看你有沒有注意 他沒有床頭 對 沒有床頭 沒床頭不行啊 沒有床頭 另外一個就是斯隆呢 就我們講 他的那個亮臺上 他做了一個景觀 又不像景觀 似乎完成 又沒有完成 那出於這個地方呢 就是斯隆到現在為止 心沒有定下來 那可不可以加一個什麼東西 他比較能夠抓住男人的心 因為他也渴望談戀愛吧 每個女人都渴望談戀愛 每個男人也喜歡談戀愛 所以這時間 在我們的房間裡面的佈局裡面 要有它的特色 那麼我剛剛講了 這個家你說誰進去 剛剛他們講 像樣板屋啊什麼 那這個家沒人進去 那生活的氣味少了 只是一個什麼呢 讓人感覺到你太整潔了 我們進去以後 大家看 當我們一個人進去以後 往哪兒坐 剛剛看了師傭家裡 家的那個搓水馬桶 那麼一個女孩子 搓水馬桶沒有蓋 沒有蓋 他掀起來了 掀起來了 掀起來之後 這個家裡面是有男人的 有男人 一般的男人 他是說沒有那個做的圈圈 不是 他說這個圈圈是掀起來 對 掀起來 因為如果是有男人才會掀起來 這樣我們家如果都是女生 就一直放下來 這樣沒有人都要說 我們在問當中先 你不要告訴我 你站在上廁所 你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交過男朋友 真的 真的喔 所以 你不要 老師 他現在眼神 口號 口號 口號給誰啊 沒有交過男朋友啊 對啊 你還完畢喔 差不多意思啦 完畢耶 完畢 你笑成這樣幹嘛 沒有啊 我妹妹是前輩嘛 她在講 我們基本上要笑 這是壞人 老師 從這個 你相信嗎 從這個私容的這個房間來看 嗯 就是說 私容沒有談過對象是不可能的 沒有男人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男人 男人忠不忠義 男人忠不忠義 男人能不能走到他的心裡面 這是關鍵 因為私容呢 在我記憶中 我們已經在節目上碰了兩三回了 是 那麼在我記憶中 最後一次我就說 我曾經也跟你說過 你要是一定要有一個形式 就是把你的這種自尊 那種感覺露出來 但在我印象裡 你到現在還沒有露 嗯 我跟一次跟你講 我說你露出來以後 很快你就會嫁掉 老師 因為你說的那個方法 50個人湊不齊耶 沒事 我們節目裡 什麼方法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當時呢就是說 因為他來找我看 我就說 因為你是屬於整個型的人 嗯 這不是秘密 這可以講嗎 不是 那整個型的人 但是你對你自己還不認識 嗯 你對你自己還不了解 當你看到鏡子裡面 就是你就會說 這是私容嗎 嗯 我現在比以前很美 我比以前 但是呢 旁人不這樣看 旁人認為你是人造的 那這時間我認為 他呢就是要讓他找50個人 在50個人 就給私人機會 私人機會 私人機會的時候呢 私容這時間 能把露的都可以露出來 讓人展現一下自己的一個身形 50個人很簡單 你去一個生意很好的 那個女子三溫暖 一進去脫掉 不是 男士是不是女士 男女不行 男女都要有 都要有 真的很難 我大概找個20個 我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要幫忙就對了 熱心 你找5個是不是 現場就可以幫你召集 沒有 因為最近事情 我有去請教過飛哥 就是問他對這個50個人 到底要 那你就很在乎嘛 你不聽李建均大師的 你聽看 飛哥說什麼 飛哥是說我一個人看就好了 飛哥 飛哥就說 如果一定要50個人的話 要嘛他就是 他要第一個進去 然後要嘛他就要最後一個壓軸 這裡我們再把這個事情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50個今天來個聚會 那麼誰也不知道幹什麼 那麼大家在說啊 在吃啊 然後大家在合著玩 在樂的時候呢 試容這時間呢 給大家展現 他現在的試容 和過去的試容 進行個決裂 嗯 那麼如果說飛哥 對你有這種想法啊 那就飛哥特別特別在乎你 第一個看 把他看滿 看寶了 最後一看 看足了 所以這樣的話 你可以享受他的一種感觸 但是呢 你可以讓他去跟你舉辦為好 我從剛剛的感覺就是 他是挺聽飛哥的話了 是啊 所以就很在意 還要假裝不在意 來 我們這裡你一定要誠實 對 連在李大師面前你都還要說謊 這樣就沒意思了吧 我很誠實啊 剛說他有 他說他沒交過男朋友 老師就說有啊 對啊 對不對 連盧妹妹都看不下去了 他是說沒有發生過 這是我真正的親密行為 他是這樣子的 他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就是當然過去是例如說 大概20歲念書 或者是當模特兒的時候 那你還騙我你完畢 不是... 不是啦 原來20歲 兒子就已經不是完畢了 現在還不是完畢 聽我說啊 我那個時候是真的是 當小模特兒的時候 是滿多追求者 可是真的都沒有就是成為說 交往的對象這樣子的人 對 好啦 我們相信絲榮 那其實絲榮 剛剛我們看了他家的影片 他似乎很滿喜歡鳥的 對 你家有很多鳥的裝飾 然後還有一個 你珍藏的鳥的杯子 是一個很喜歡你的粉絲送的 對 然後送的時候 他已經往生了 你已經摸到了 這個 你等我話說完再摸吧 來 請來給我們看一下 好 其實他這個是 他這個粉絲送我 他叫台灣藍雀 這隻鳥是台灣的國寶 國寶 法什麼詞的 法什麼詞 對 法藍詞 對 法藍詞 對 他是一個很支持我的粉絲 其實他也不只送我這個杯子 因為我的興趣是就是上山去拍鳥 就打鳥 然後他其實像我有時候 在節目裡面說 怪不得你看把鳥都殺生殺光了 回來平地來一隻都不勝 什麼 不是 我是喜歡他講話 要火要味好重要 好不好 然後他也送過我 像我曾經在節目裡面講說 我有便秘的困擾 然後他有寄那個好大香乳酸菌給我 然後這個是 去年我生日的時候 他知道我喜歡拍鳥 真的還滿美的 對 他說他經過那個 那個這個詞的專櫃 然後他就在櫥窗裡面 看到他這隻鳥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太適合我了 所以他就買下來送我 為什麼適合你 因為我喜歡拍鳥 他知道我喜歡拍鳥 對 我是很喜歡鳥類的人 國寶 對 國寶 然後安德菲哥送你什麼 沒有 然後安德菲哥送你什麼 多了 太有了 我要走了是不是 我送你一半 你覺得這我要會好好玩 沒有 開玩笑 真的 尊重一下網絡者 他還滿節省的 可是後來他 對 他後來就是 其實我本來也不知道 是後來他的親戚 到我的部落格上留言 然後就說他的 就是送我杯子的這個粉絲 好像因為生病 還什麼意外 他是說意外 所以他就離開人世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滿急的 我就一直想要聯絡說 是不是我也去看他一下 看到最後一眼或什麼的 對 然後結果他就一直都沒有回應我了 對 一直到現在 對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珍惜這個杯子 對 我認為你家裡面 擺了那兩個馬 還有那個 一個黑馬 一個白馬 這兩個東西對它有影響 還有馬的後面呢 放了一個蛇 是好的嗎 是好的還是 放翻了 蛇又在前面 放反了 對 蛇在前面 你這個不用去找我去 你找那個羅妹妹去 好 那絲容 蛇你也有帶來 蛇有 蛇是我媽媽送的 對我屬蛇 對 這個東西本身就是這個 我們講這個 它這個器皿 是它的生肖的一個造型 對 對 那麼這時間 每個人在自己的這種 本名年的時候 擺擺可以 平時最好不要擺 收起來 收起來 那麼這時間擺的位置呢 就剛好呢 和她家的那個馬呢 走得相反 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 在我們看這個 在家裡的布局裡面 有個最大的問題是說 這個女人需要什麼 這個女人想得到什麼 那這個女人需要呢 需要一個男人疼愛 需要一個家 那這時間她白煩了 該有的肯定不會有 對 所以我們這個蛇 放在馬前面就沒事 放在馬前就是它的一種格式 就對了 林老師你有沒有聽過 在大陸他們一種說法 他們生肖的配法 就是蛇跟兔的話 是蛇盤兔 是還不錯對吧 蛇盤兔呢 是人的說法 那麼但是呢 真正的在生肖裡面呢 他們又有的糾纏 是啊 但是人們的坊間那種 俗語叫蛇盤兔 就給個什麼東西 都要付的感覺 那麼這時間呢 就是說 蛇跟兔的關係呢 是在人們的 平時的說法都有 那真正的蛇的關係 那我的生肖書裡面 有專門寫這個 因為我是幫妳問一下啦 所以我幫他問一下蛇盤兔 蛇盤兔是有錢的 妳問這個問題 我以為你是在做這個 夜外的討論 對啊 妳有何事啊 我還要講 要不我就不講話 我講了不會講廢話的 是 其實絲榮 我們剛剛只看了影片 那裡面呢 還有一個疑點 妳睡在哪裡 妳睡床要不睡哪裡 有人不睡床 她家明明有床 可是她睡在某一個地方 可是我睡客廳 對 沙發上 沙發上 妳要知道妳那客廳啊 為什麼 妳那客廳是黑皮鐵架 你 蛤 黑皮鐵架 對 鐵的架子 黑皮鐵架 如果妳睡這地方 我們講 在我們睡覺的時候 為什麼有的人睡鐵床 我不允許他們睡鐵床呢 那這時間 鐵床 她晚上以後 她的磁場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 所有的防禦能力 通通地放鬆了 這時間 什麼都會侵褫到妳 嗯 那麼妳想想 妳睡在客廳裡 它的位置是不對的 嗯 那麼客廳的位置 是這麼盤旋的 那妳睡這樣以後 我們人睡下的時候 頭腳這麼盤旋 對的 當妳睡在客廳的時候 就不是這樣了 嗯 妳是左右盤旋 嗯 那妳說 妳是增加能量 還是減少能量的 正因為妳沒有床頭 嗯 所以妳不愛睡 正因為妳床頭 妳永遠孤家寡人一步 哦 而且主卧室空調也不好 嗯 這個怎樣是習慣的問題 因為我 對啊 妳這個毛病是個很壞的毛病 它影響妳的視野 影響妳的感情 影響妳的健康 都會影響到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看 錢帥君她家到底長什麼樣子 來 來到了女藝人錢帥君的住處 錢帥君向我們介紹 一樓主要是客廳 還有錢媽媽的臥室 妳瞧瞧這雖然空間不大 但是每一樣布置呢 都可以看得出錢媽媽的用心 在電視機的上方呢 則特別擺了一尊觀音像 顯示出一家人對於宗教的前程 而在客廳中擺設的許多相框呢 每一個都保存著全家人珍貴的回憶呢 接著我們就要到二樓參觀錢帥君的閨房囉 這個挑高不高的閣樓 就是錢帥君生活起居的房間 首先我們發現女藝人的衣櫃 似乎有點雜亂啊 不過幸好再來看到房間中的布置 都還算整齊呢 我們特別發現了錢帥君的床頭櫃上 擺了一隻相當獨特的驚雞啊 而從牆角的隔板上 也可以看出錢帥君小女孩的一面啊 我們特別發現 在公仔堆中擺了一顆黃水晶 在公仔堆中是顯得格外的顯眼啊 從錢帥君的房間往下看 彷彿置身在一個鳥籠當中 狹小的空間讓錢帥君覺得沒有自由 在房間中讓他覺得沒有秘密可言啊 做個房子不是妳自己一個人住 妳還跟媽媽住 對 我跟媽媽住 妳跟妳媽媽怎麼住 她住樓下 我住樓上 所以這個房子幾坪 十五 六坪 然後有兩個房間 就是隔樓 樓中樓這樣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三坪的陽台 但那天是晚上所以窗簾放下來 陽台才三坪這麼大 我看妳的那個臥房喔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以我的身高恐怕也站不直 站不直 那妳這麼高怎麼可能站直 我沒有站直啊 我一進去回房間就是要 躺在那邊睡覺 對 但是所以我除了睡覺之外 我不會上閣樓 我都是會在樓下 就是在客廳啊 跟媽媽聊天看電視吃東西 或者是出去工作 所以我都是很累洗完澡 然後電視也看 然後上完網之後 才爬上床 爬上去就是睡覺了 這個妳這個房間住多久了 住快一年 對啊 稀稀的 妳這個房間住快一年 我就告訴妳一件事 這裡面可能電視前的觀眾 要記一下 怎麼記一下呢 我們的臥室的高度 它是一定規範的 嗯 那麼妳這臥室高度 可能低於一米五 對 對 那低於一米五的時候 那麼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氣的旋轉的時間呢 它的高度不夠高 高度不夠高就在妳身上的過 那妳會感覺到很勞累 嗯 妳也有很多麻煩 嗯 妳突然來驚喜 突然來麻煩 妳屬於這種格式的呀 嗯 那麼在這個臥室裡面 妳看沒有 妳這臥室上面 我認為妳當個閣樓 嗯 是最好的 在這個臥室 這個房間裡面 不適合妳住兩個人 哦 那妳給妳媽媽住 嗯 那如果給妳媽媽住 很多人呢就認為自己的 給媽媽住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妳如果條件好一點可以 或者再買個袋一點 嗯 分開房子睡 像這樣的房子裡面住 妳住樓上 妳的氣撞不過來 是吧 妳住樓下給妳媽媽住 妳睡著妳媽媽身旁 嗯 雖然妳是她的親生女兒 但這時間 妳倆是兩個獨立體 嗯 怎麼叫獨立體 妳媽媽的年齡 所以她已經成為自一體了 妳已經成人了 妳在獨立體 那這時間 妳倆的氣會繳 就會爭奪 嗯 到了子時之後 妳只要睡在那兒 還是會 就我們講過氣 嗯 那這樣的話 不是妳身體不好 就妳媽媽身體不好 你們兩個和睦嗎 妳可不可以說說實話 還OK啊 真的嗎 還OK 但是吵架一定會啊 但是我們都是冷戰 對 就不講話 我就在樓上可能看 看書或玩電腦 然後可能在樓下看電視 可是時間到了 要吃飯 她就會說要不要吃飯 就也 就又好了 哇 對 這叫母女之間的關係 這母女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 在整個程度來講 是妳媽媽忍讓妳 妳的個性是這樣的 那麼妳媽媽忍讓妳 這時間對妳媽媽來講 內心啊 會有壓抑 妳媽媽身體不會好的 妳看妳媽媽的床上那種擺設 她的枕頭 兩個不同的枕頭 看到沒有 兩個不同的擺設 旁邊放著沙發 我說妳家裡面沒有一個 很舒適的一個叫 家庭一個凝聚的地方 妳如果說好 妳說妳上去 趴著睡覺了 那妳下面在哪裡 在沙發上 那沙發呢 這邊又是床 它那種凝聚還是不對 就是說房子它有個格局 這個格式裡面 它的功能性一定要好 那妳這個房子住的 整個像個大陸人的房子 就大陸的房子 就條件很很小 比較小 但現在大陸人就富裕了 也沒有這樣的 在我們這種 住的房子裡面 一定要考慮什麼樣呢 它的功能性的 在妳上面妳可以當成妳當成 因為妳是一個 剛剛講是模特是吧 對 這裡面的發展 在妳事業的走向裡面 妳這要審慎了 不審慎的話 年齡隨著一天一天的增大 周邊的觀念一天一天的變化 那這裡就具有問題的 我看他們一個角落 他擺著一個是菩薩 在家裡面的菩薩呢 我們講在我們的這種 我們宗教信仰上 或者是民俗上的信仰上 這個和宗教的信仰 它怎麼樣呢 就是我們的眼光 要看著這種 妳所宗教的信仰的眼睛 妳那個是不是高了 高了高了 那就沒有任何作用 它擺設 可是這時間妳那個東西 我看了還曾經好像試過 人給妳開過光還是怎麼樣的 它真的是有點來頭的東西 是 真的嗎 但是妳這時間呢 但是妳這時間呢 妳這個房子裡面是個夾角 是 一個90度卡住它了 那這時間 我跟妳講 如果妳住過一年以上的話 它慢慢地就這種環境 開始逼迫妳的時候 就會有問題發生 首先 我們講就是 關世音住的都住得不舒服 那怎麼樣可以呢 好 其實它不只關世音對不對 對 妳會不會很迷信 因為我覺得妳家東西滿多的 還有皮修 財神 黃水晶 金雞 這可能是媽媽在搞的還是 是嗎 是媽媽擺的嗎 皮修那些是媽媽擺的啦 那這個金雞是我特別去南投竹山 求回來的 因為那時候他們是說 請問它是真黃金嗎 所以妳也屬雞 我屬雞 妳看 我覺得大家都買自己的身材 開始可以猜了 這個很值錢嗎 一尊好像是三千塊好像 那還好 不是真黃金 不是金雞還沒漲價吧 不是 它不是純金的吧 不是 它可能只是一個形式上面 是一隻金雞 那這個金雞擺的方法又錯了 妳怎麼講呢 為什麼 在我們買了東西的時候 當我們有紅絲帶綁住的時候 是讓不讓這個東西的原繩跑掉 我們講形帶有式 那如果這個繩子綁住了 它式出不來 妳擺在擺擺 如果妳擺在為了什麼求財 妳專門從南投請的是吧 對 南投請的是為了什麼 為了自己能賺到錢 但是這個紅絲帶綁著 沒有用 而是要把它解開才有用 我從不知道要解開 很多人都是 人家到 我上次見一個人 擺了一個彌勒佛 彌勒佛擺的時候 就是人家給他綁一個 綁個紅繩子 他回來以後 繼續綁紅繩子 那麼綁紅繩子的這個時間 是什麼樣綁呢 就外面請回來的 動物之類的東西 妳要綁 好比說妳要養個獅子 那獅子胸 那這時間要綁 如果養個狗妳要綁 可是這時間擺了一個佛像 或者有好運勢的東西 這時間是不能綁紅繩子的 所以妳這時間在這裡面 我就說妳一直說一年多 妳還不到一年 妳還沒感覺到 我認為這時間 妳趕快要把它化解掉 是 好 就趕快把絲帶拆開來就好了 這也是動物啊 對啊 可是牠是雞耶 老師說回到家裡 就必須要把紅線拆掉 對 老師這動物 這雞也不能綁著 雞綁著會怎樣 不是 牠不是 這是牠自己的生肖 自己的生肖就更不能綁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羅妹妹家是什麼樣子的 到了羅姐的家中之後 我們發現客廳中的每一樣家具 都是經過羅姐精心挑選的成果 所有的布置擺設 也都是出自設計師之手呢 特別是收藏櫃中的大小裝飾品 每一樣都有著不菲的身價 就連最小的裝飾品啊 也都是出自名家之手呢 只有放在展示櫃中 才能體現牠不凡的價值喔 而在面向大門那一面 則有一根以玻璃包覆的梁柱 在梁柱的左右兩側 都特別放置了銅錢 以達到鎮煞之用呢 來看到在客廳的角落呢 則放置了一個精緻的紫水晶 還有啊桌上也放了招財的金蟬櫥 在客廳的上方更懸掛了一枚八卦符 這每一樣擺設 都是經過風水師的專業規劃呢 而接著來到羅姐的廚房啦 別看這廚房似乎煥然一新 其實羅姐經常利用裡面的專業廚具 在這邊大展廚藝呢 接下來就來到羅姐的臥室了 這裡也是羅姐平日最常活動的地方 為了讓臥室擁有最高的品質 從這裡的電視到電腦 所有的休閒設備應由盡有 就連臥室中的浴室都裝飾了一斤電視呢 而最後我們要參觀的是羅姐的個人更衣室 裡面囊過了各式各樣的衣物 每一件都是羅姐從各地精選的收藏品喔 羅美真的很敬業 你看 一直回家都還一整天在看電視 洗澡也不放過 我回去就是先把客廳電視打開 然後再把房間電視開 再把廁所電視打開 就好熱鬧 還有那水晶的擺一盤 還有加了那麼大的罐子裡面 那個東西放的位置 我認為羅妹妹現在就是 整個格式來講 它可能有一種轉型就開始 那這時間你可能就我們講說 老天爺要給你運氣來了 那你看你能不能站得住 你如果能站住就很好 但是我們講家裡這個樑 我們講樑是 鏡子是一種放大 也是一種縮小 那在這時間你把樑拿鏡子包 是鏡子嗎 玻璃 玻璃 就是原色玻璃 對 那原色玻璃包起來以後呢 在整個畫面裡面 就在我們這個樑的畫面裡面 它會更著重 更著重 因為什麼呢 我們的天花板的顏色 它跟天花板的顏色 間然不同 那如果是這樑是白色的 那個天花板也是白色的 反而很 就感覺不那麼重 這時間把它弄得太重了 我想 沒有 我跟你講 原本那個就是 怎麼包都不漂亮 最後是包上這個 就是等於是 無色的玻璃這樣子 最舒服 是 最沒有壓迫感 是那種毛面的 還是那種綠綠的 綠綠的那種 綠綠的可以 綠的可以 那這時間就是我們在這個樑上 如果再加了銅錢 銅幣 我們講的 就這種五地錢的東西以後呢 會把樑的分量更加重 我認為這兩個銅幣呢 裝得不是合適了 我不曉得這個是 因為我在裝管房子之前 我就有先問老師 我的材位大概在哪裡啊 然後畫完了圖以後 給老師看過以後 我才去裝好的 那每一個老師可能看法 也不太一樣 我知道的好像每一年 其實因為流年 或什麼每一年的擺不見的事情 這不對的 所以我們講一個最佳的風水 是在大環境小環境 般配之後 跟你的職業 興趣愛好去調整的 如果說是 像他如果今年換了職業了 那這房間要變了 如果不換職業 你不能太多動 有些地方要略動一下 有些人說 今年是從哪這邊擺過來 明年那邊 那還亂套 美媚她家呢 也曾經發生過一個靈異故事 讓她一直耿耿於懷 很久以前 跟妳家的音響有關係 對 我不要聽我 妳OK 李老師會幫妳收金 沒關係 妳手上帶的東西妳快嗎 不是... 我不喜歡妳這種的意思 但是我不要讓它 進入我的腦海裡 好 那妳現在把耳朵捂起來 好 說吧 對 就是有一個音響 它會... 就是妳體溫過去 它會自動控溫會 我們家跟她家 都有同樣的音響 對 有一個那個BMO的音響 對不對 那個是很貴的 感應的 就是現在算起來 要近百萬的一個牌子 對... 好 然後呢 然後妳是靠近它 它就會自動門 就會打開這樣子 然後妳不靠近它的話 它不會 那妳看我的睡床跟放電視音響的地方 是算 有一個距離 蠻遠的 對 那我以前的房子才更大 所以距離還更遠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我有一個女朋友自殺 自殺的時候 我就一直不認為是她自殺 你知道 然後她走的當天晚上 就是走的當天晚上 我跟我男朋友 躺在我的床上看電視 剛好看一齣連續劇 那個連續劇就是在演說 那個男的拿枕頭 把這個女主角要悶死這樣子 那男的要拿枕頭蓋它的時候 當然她不是有戲劇有動作嗎 那動作的時候我就講 我說 我覺得我女朋友 一定是被這樣子蓋死的 然後我一講蓋死的 然後剛好那個枕頭 也這樣子蓋下去 在那時候我躺在那邊喔 那個音響 打開了 然後我就拿遙控器 我起先這樣 你坐到遙控器了吧 沒有 我的遙控器 我就去找遙控器 找遙控器然後我就乾關 怎麼樣都關關 關不起來 然後呢 我就那個最多拿手去推它 你知道嗎 推也推不起來 然後我就又不敢用力推 我怕壞掉 然後我想說 把插頭拔掉它一定會關起來了吧 我就把插頭總定員把它拔掉 也沒有關起來 然後我就叫人家搬回去廠裡面修 我說你看這怎麼不會關了這樣子 然後去修了大概快要半年喔 我就打電話去 欸 會不會修太久啦 他說要送回瑞典 這是瑞典的牌子 瑞典去修 我說阿娥被送太久半年了耶 然後他說 找不出來什麼毛病耶 我說 蛤 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原廠找不出來 他說我們再試試看 然後我就跑到我的朋友墳賢去 我知道我很久沒有來看你了 你很糟糕耶 你知道我早上起來 可是晚上睡覺之前 我要聽的就是音響 沒有這個我也活不了 你知道我就是等於 缺客缺了半年 你很煩耶 我已經給你燒很多唷 買新衣服 打麻將什麼什麼的 回去 就是都做好以後 回去大概三天左右 音響公司人打電話來說 欸 你的音響 那個國外廠商說 好了耶 剛好好了嘛 沒有修耶 沒有修耶 就是他那個時候就該好了 他就好了 就剛好好了 他就送回來給我了 就這樣子 看完他們三個的房子了 誰會最快遇到 真命天子 真命天子啊 如果都沒有的話 你就打個卡 他在房間裡啊 因為他家馬桶蓋 是掀起來的 你還很在意這個 我還在在意 不是 每次要把事實講出來 自己女生哪有用完嗎 現在要用才把它放下來 怎麼可能 自己一個人住 我不相信 其實一個會先馬桶蓋 也是好難的 你說得很對 你說得很對 太棒了 對嗎 因為我很愛乾淨 所以我每天都會爽馬桶 我一天大概洗馬桶洗三次 可是是他嗎 他會遇到真命天子嗎 他們兩個都已經有了吧 這裡面就是羅美媚呢 可能最近事業上 朋友有一個衝刺 那麼就是這麼多年來呢 一個沉澱 那羅美媚她是一個 在工作當中 產生感情的一個人 所以我希望她的事業 有了以後 有她的真命天子 那絲蓉呢 從現在的格式來講 繼續如果睡這個客廳 客廳的話 張飛也睡了 這一定要記住 高興高 不是 我是說老師還蠻幽默的 那我們那個 錢算 錢帥君 錢帥君呢 從這時間 我想你跟你媽媽 好好商量一下 現在的格式 對你的事業的發展 對你感情的一種 得到 都會有問題 雖然你現在做得很實 感覺得還不錯 但我們不用說旁的 功能性的問題 就有來了問題 所以我希望你 不要因為你年輕 也因為你這個 不在乎 那這樣不是就趕她媽媽出門呢 這不是趕媽媽出門 我們可以再換大一點的房子 我想你現在就是 我的原則是什麼呢 我寧願 我自己 節省一點 房子一定要住好一點 當房子住好的時候 就環境破人 環境逼你 讓你 達到你的願望 那現在你這房子 你看你上面一格一格的東西 只有這個房子你要注意 你不要找一個有牢獄之災的男人 這是麻煩 應該是沒有 不會 應該沒有 所以你看 就算有桃花運 有時候也未必是很好的 對 原來我們的一切 跟住的地方的美感 是有關係的 我相信你住的地方 一定是幸福安全又可靠 因為我都笑咪咪 謝謝 謝謝三位 謝謝 謝謝 謝謝